鼻癌的最明显症状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 石梅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放疗科 主人医师 鼻腔鼻痘癌 比较容易出现症状 或者容易引起大家注意的呢 一个是鼻子里长了东西 鼻腔不通气了 就是鼻塞 另外呢 我们在鼻痘里面 一组最大的腐鼻痘 就是上河痘 在这个颧骨的两个地方 那么这个痘一堵塞以后呢 它容易引起来就是 包括面部的肿胀啊 包括可能引起一些头疼啊 等等这些症状呢 会引起大家的注意 当然如果它再发展的话 也会压迫到一些结构 比如说往上 压迫到我们的 这个眼睛周围的这些组织 导致一些水肿啊 或者是压迫了眼球后面的 这些结构 可能也会导致一些眼球的外凸啊 等等 那么这样的一些症状的话呢 就要引起大家注意了 那么当然 鼻腔里面如果长了东西的话 它也可能会引起鼻腔 有滴答的出血 或者是有一些肾血的症状出现 那么这样的一些症状出现了以后呢 大家要及时到医院进行就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